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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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找戴西通风报信 想阻止文俊抓住他 后来桂里高到飞龙家抓飞龙母亲 威胁飞龙投降 不料文俊赶来在飞龙家杀了桂里高 还将飞龙和他母亲筷在了农场内 高警官发现桂里高死在了飞龙家 以为桂里高是飞龙杀死的 于是下令通缉飞龙 支撑带走戴西之后 知道文俊捉了飞龙和飞龙母亲 于是到文俊家想把他们救出来 戴西也在支撑保护下 没有被文俊所侮辱 他还挟持了文俊到农场救飞龙和飞龙母亲 从农场救出飞龙后 所有人挡了起来 经过一番打斗 文俊杀死戴西后逃走 飞龙看着妻子的尸体 决定杀了文俊为妻子暴走 支撑得知后 想要阻止飞龙是要杀文俊 因为飞龙如果真的杀了文俊 就真的要被抓了 飞龙在支撑的劝告下 没有亲自动手 而是通过戒刀杀人 把文俊解决了 全面结束 本篇是一部经典的香港情费片 也用精神的演技 让我们了解到 那个年代的香港情费关系 还向我们展示了 真实的香港卧底生活 这部电影情节紧凑 把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活立体 是一部很棒的情费片 值得一看 飞龙嫂 你是谁 我是志成的女朋友 赵赵 你在这干什么 有人要抓你 这三个女人是在拖住你 怪不得这几三八 老是让我呼排呢 快点走吧 看看后面有没有锁 锁上了 跟我来 看看侧面有没有锁 小四侧面也锁了 怎么办呢 拿着 嫂子 不砍行不行啊 你想被人轮禁呢 还是砍人啊 拿着 你 你 给我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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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想啊 我钱花个几十万 我 我不想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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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钱放起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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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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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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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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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为什么牵我的车